17号美股上演反攻戏码 开高走高 四大指数一起收红 涨幅都超过一个百分点 其中纳斯达克更进涨3.4% 创下7月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 显示科技股暂时会别卖压 沉重的阴霾 英国财政政策大转 几乎取消了所有原定的减税措施 而英国公债殖利率下滑 也带动美国和欧元区公债殖利率 也同步下滑 此外美国银行财报显示 第三季从营收获利到利息收入的成长 都超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 并且看好美国的消费实力 没有因为高通膨和高利率而削弱 而全球最大的托管银行 纽约梅隆银行获利同样优于预期 被视为是惊喜连连 振奋了市场乐观情绪 原来本周之内 包括高盛 交声 Netflix和特斯拉都将先后发布财报 华尔街日报调查跟显示 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将在12个月内经济陷入紧缩 失业率也恐将攀升 各有开发指出 全球正在步入衰退时的 美股的反弹空间仍然很有限 并且警告投资人别放松 已经系好的安全带 因为前方仍有震荡 缓约我陆小平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资人 告诉我们 在看 终于 这